早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十二一月十九日 星期天 星期三上午九点五十九分 阳光很好 很明媚 然后出现了 非常灿烂的 这是好锻炼身体的 是一个很好锻炼身体的时候 这 嗯 可以让自己去创造 然后自己要用好这些时间 最近吃那个开心果呀 还有 核桃仁啊 其他的东西晚上 晚上吃的有点晚 九点多吃 所以肚子是有点沉 肚子有点沉 肚子有点 肚子有点 不是很舒服 幸好 嗯 早上起来的时候 那个 放松了一下 感觉 稍微好一点 所以晚上不能吃的太晚 太晚 我刚才去跳了一下 健身 跳了一下 每天一跳 要 保持这种跳 保持这种跳 就是 对不起 发现自己的肚子还是有啊 还是有小肚子 还是要剪 不剪的话 不像话 然后锻炼了 说30天就可以有效果了 现在是 形成了一个锻炼的习惯 早上起来 第一个是 就是先想着怎么锻炼 然后至于 就是效果 现在看着还是 还是肚子不小啊 这个是 看了木马人 抖音上的木马人 就是上面说 你老徐 你要不要媳妇 你要不要个媳妇 然后你要媳妇的话 我就可以给你带来 当年是 出现了大饥荒 饿 所以 然后 老徐 就是 说 那你送来吧 送来了 然后就送来一个四川姑娘 四川姑娘说 我能干活 只要给 给口饭吃就可以 所以 听着大家心里挺酸的 现在很多生活好了 但是 娶不起媳妇了 娶不起媳妇了 不是说娶不起了 就是媳妇没有那么多 姑娘没有那么多 让大家生活比较 比较 比较单身汉 比较愚问 单身汉 比较愚闷 说我怎么努力 总是娶不上媳妇 所以 很多人去 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 去 萨尔维亚 去越南 柬埔寨 老欧 去这些国家 然后去 去媳妇 因为中国实在是没有那么多呀 你再 娶一个萝卜一个坑 没有那么多姑娘 也是 是不是很着急 会不会很着急 这是站到一个高点上了 这上面有小镜 小路 我们开一个前景 第一次看到这种 这是个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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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渠 看一下 叶子尖比较好看 出来以后 给人一种休闲的感觉呀 是吧 这搁了前景看着疼了 回眸 回眸 回眸摆妹森 我们是又找到了一个新的道 新的路 可以在这呈练 可以呈练的路 下面是停车 车库 上面是住宅 这应该是叫condo吧 有apartment 有condo 有house 有几种 来美国的大部分人的目标就是 有自己的住房 是个大house 很多人实现了 有梦想就有就实现 有梦想就有可能实现 梦想 好 这么美丽的景色 我们就要勾勾勾了 这样出来转一会儿 感觉心里会很放松 这个斜坡案子比较大的 斜坡比较大 看看太阳 阳光灿烂 明媚 这边是绿树 绿树这么树 这边是轻松 绿树 漂亮的景色 往上走锻炼 压身体 走一走 每天走一走不同的路 这上面是 这个 掉一个 这是什么 掉一个 每个上面都掉一个 黑的 黑的 这两片叶子是什么 这是两片叶子 好 就到这里 对 好